像您这么多年 你的世界是越来越大 主旋律是越来越扩张 越来多可能性的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些90年代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第一次看到人生中 比如经济的增长是没那么快的 甚至是生活水平没有这么继续提高 甚至一切都看起来 好像苏更封闭了 更难以把握了 难以控制了 那你怎么看他们呢 他们应该怎么想呢 这个胡适就讲到了 别人都跟你讲 为了国家 为了集体 你要忘记自己 你要忘我 我要跟你说 你先要为自己 你甚至有的时候 像一不生的样子 把整个世界 所有其他的人都忘记了 这个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那个书本华讲 人生的很多的苦恼 是因为我们人呢 有了意识 有了思考的能力 有了记忆能力 就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 但形成预期 首先我要更真切的这个理解 人类历史大趋势 到底是什么 在17年12月 有18位考古学者 在《Nature》这个自然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18位考古学者呢 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人类放弃原始生活方式 一篮这一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人类的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 越来越扁平了 越来越缩小了 还是越来越扩大了 当然很遗憾的就是 这18位考古学者的 这个考古证据的研究发现 每次技术进步 都导致了这个财富差距的恶化 以新技术发明出现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学了也不能够 把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潜力挖掘出来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类一百个人里面 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更悲观的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没什么办法 人类的那个财富差距 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规模的那个群体暴力 嗯就战争吗 战争 1914年之前 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啊 是因为工业革命和第一轮的这个全球化 然后一战发生了 但是呢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1929年的这个金融危机 把民怨和人们的这个方方面的不满 给释放出来了以后啊 给释放出来了以后啊 同时呢又把那个民粹主义 反移民 反外国人 排外的那些情绪啊都也调动出来了 嗯就为这个1937年的那个二战的那个 这个发动呢 又奠定了这个基础 然后1980年就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嗯再加上新一轮的那个全球化也是在1980年 左右开始的80年到08年那个财富差距不断的积累 收入差距不断的积累 然后08年09年金融危机 嗯09年之后的那个民粹主义政治 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嗯迫使这些政客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呃这个发动贸易战 嗯排外反移民呢 嗯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跟3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和欧洲的经历也是一样 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会 重复上一次的那个第四个阶段 就是战争啊 当然我个人觉得 可能概率比较高的这个战争呢 更多的是冷战 嗯在一些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领域 来进行竞争 对抗 脚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 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读读书 嗯 对还是很好奇就是说您 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就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 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了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 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止的 几千年都是停止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实际上原来不止是这样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 都是围绕着一个方面 就围绕着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产出的背景之下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这是人类啊 这个文明化的进程中间 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 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有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因为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个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 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 小孩上学 红白喜事 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提供那个帮助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正因为孔家店给我们中国人一直是提供安身立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对于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儒家文化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没有权利的体系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山到摇篮 很多的人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以这个捆绑在一起以后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20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40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来 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比如现在年轻人 很多人普遍会觉得 自己是某种意义上金钱的奴隶 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 占掉整个的收入的50% 比如在北京是很常见的 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那种胶着感 对他们这些人特别强 是不是已经造成一种更扭曲化的 货币化的倾向 比如这些货币不应该进入 比如说情感里面 或者说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部分是应该更注重别的关系的 但它反而被货币给扭曲了 这个里面我就觉得第一的必须 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货币化 它是一个结果 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 法制化发展 人文主义和内心世界的内涵的 不断的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工章也好 介绍性也好 粮票也好 实际上都是对于这个货币的一个替代品 它是跟你的身份 跟你的那个出生社会地位是画等号的 我们今天你想一想 你的一百块钱跟李嘉诚的 跟马花屯的一百块钱也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是普通老百姓 他是马花屯 所以呢 他的一百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可以比你的一百块钱买到的东西 可以多一些 当然我要说回来 正因为现在中国社会 还不是那么完全货币化 所以呢 我知道实际中 马花屯的一百块钱 比你可以买到的东西 得到的待遇啊 会要更好多 更好一些 更多一些 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 有一个错觉 或者说有一个 不完整的理解 就是把货币化的 给我们个人 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情感世界 看成是小矛盾的 那如果说爱情也被货币化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 不被货币化的 是不是太冷冰冰了 太物质化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觉 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 它是基于个人 可以完全的 几乎接近绝对的 自由选择的那个社会 因为在这种社会里面 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货币化了 但是我照样呢 可以有权利选择 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东西 非货币的东西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那个 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就为什么人类社会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量化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新教社会的差别 然后重点去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这个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证据 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那个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 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陶片 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的那个钱的 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 就基本上停顿了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 很关键的这个原因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 这个不同的关于人世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 有几段的就谈到了 关于借贷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如果你把钱借给 strangers 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的 但是呢后来基督教这个解释呢就是 讲到的这个 strangers 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力的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像小孩一样的不自然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呢 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所有的利息都必须的禁止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中期 家务文对生命记忆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是不可以 做有细放贷 因为天主教是强调禁欲 强调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的强调 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然后更不能够容忍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太多的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十六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 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马丁路德就是呼吁大家 不要让罗马教庭 罗马教皇告诉你 上帝是说什么 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 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 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就是个人解放 个人的权利啊 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 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 到了这些差别呢 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 一个是澳门 当我们去澳门和香港旅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背后的历史的故事 对您说这点是西方的转变 所以您觉得中国是不是没有发生 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说为什么我这些年 有的文章里面会谈到这方面的 到目前为止 关于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 到目前为止 严格说还没有进行过 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 伦理上的改革的话 那个阻力还是有在文化上还是会有的 那即使说在过去的 比如40年那个改革期间 其实商业人物已经成为明星 成为一个全民明星 而且所有人都想成为那样的商业成功人物 其实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这种基本观念 还是没有真正改变是吗 40年的改革开放 在我关注的历史更长的一个时段 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的话 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短短的40年里面 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 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 伦理层面的 道德层面的那些话题 先做了再说 就好像那个Nike的那个广告 just do it 就是这个过去的40年 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这个精神 就是just do it 做了再说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关于赚钱的伦理 这个金融的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没解决的话 到最后你赚的钱可以有几百亿几千亿 你可能还是没有安全感的 40年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也是时候了 不只是just do it 包括您怎么看 比如中国人这种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方面看起来 其实您说在价值上伦理上 甚至我们在私下谈话里 都没有真正的justify这个金钱的价值 或者说你老觉得应该给它附加某种道德的价值 这个金钱才会成立 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种 对金钱那种有点羞羞切切的一种感觉 但另一方面 那金钱渗透到我们胜负的每个细节里面 这就是儒家文化的虚伪的地方 但这个里面的话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学术传统跟西方学术传统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差别 就中国人对于追究这个理 这个根 不太感兴趣 不太感兴趣 而西方学术了 我先不管你别的 我要把你根 这个真实的 最真实的 最核心的基础性的问题 先要搞清楚 然后再谈别的 比如说现代社会的财富 到底是什么 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现代社会的财富 都是金融化的财富 传统的人会觉得 只要我有房子 有这些土地 我什么都不怕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又搬不走的 这些就是我的财富 但是现代人 你感觉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房子 有多少某土地 而是折算成美元 折算成港币人民币 你有多少财富 也就是说金融化以后的 这个数字有多大 来决定你到底自己该感觉到你有多富的 这个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以很高 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还其他的 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 完全可以从亿万富豪变得什么前途没有的 天下没有永恒的财富 就是说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 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 我们也就会进入永恒的不确定感中 因为永远那个数字在变化 在剧烈的波动 这个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经济发展 就是为了满足十几亿不同的人 非常个性化的个体 和他的个性化的偏好 发展最终的目的 就是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 让他们的自由选择能够更好的实现 那么反过来 你的财富 你的东西 包括内在的 身外的 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 内在的才是你的 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激情 其他都是可以烟消云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先要搞清楚 我是不是在追求 我最有激情 也最有感觉 这个事业 这个工作 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顺起自然的 让你做的比别人更好 而且你这样的话 才可以把你做的比别人更好的概率 打到最高 如果再回到我20岁的时候 或者27岁的时候 我会更加去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是第一位的 追求自己的兴趣 不管别人喜欢什么 偏好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到今天上午 我昨天晚上到了 太拥挤了 对 太拥挤了 没有空间 我不喜欢人看起来都很有效率的样子 我不喜欢 太不放松了 最近一段呢 就是说 我准备要写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从金融的角度来 尤其对于中国的近代史 重新做一个梳理 那您用金融的视角来重新看中国历史 历史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这历史的什么特性开始出现出来 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中华民国新成立不到三个月 孙中山把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让给了袁世凯 我个人觉得 因为孙中山没办法融到自己 中华民国成立了 军小拿不到手 所以当时的话 每天有十几二十万的民军 在南京 整天在临时政府门口去抗议 要钱 和袁世凯有这个信用 他跟日本和汇丰银行 那些外国银行的关系很好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的支持 对我看您反复的讲这个观点 就是近代国家 那些凡是借贷的国家 他们都获得了一种现代发展 那些国库里很多存着经营的人 这些国家反而都垮掉了 对 是的 这个实际上是提前把未来的收入 搬到今天来花 先让自己发展起来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思维上的这种 思维方式和思维障碍 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 还是在这种过程中好像 照样还是有很多人 不能够理解金融的逻辑 有一些人是看到的就是金融的坏处 因为有可能金融借贷 会让一个国家破产 让一个年轻人因为越共被压垮等等 所以那个是很明显的 因夜费时的这种具体的表现 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 但是呢 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所以这种矛盾呢 靠什么来解决 就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金融产品 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 进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 包括一些书里面也谈到过 不管是资本市场 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 从他们一开始出现呢 首先是为了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 提供一些工具 金融工具呢 就恰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前安排好未来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 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呢 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业 不至于这个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是很重要 那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都这两种是并存的嘛 就是你对您来说 这种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 这个经济自由到底展 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这种讨论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的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就是现代经济啊 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这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呢 就是 这不许拍什么 不许拍吗 这是公共 要生气要生气 那好吧我们走呗 然后不好意思啊 挺好的 就是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哈哈哈哈 时候您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大概有四点一起